一口一口为小朋友吃零食 24岁的年轻妈妈为了孩子 吃掉工作选择摆摊卖食品 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迪士尼的票卡临天包 吃掉工作就编摆摊 还可以照顾小孩可以照顾妈妈 人力银行最新调查高达74%的妇女 因为结婚生育改变职业规划 其中四层选择换工作 两层的妇女直接退出职场专心带小孩 仅有一成一留职停薪 因为要请运营假很不容易 一名网友在PTT上爆料 休完运营假复职就遭到经理呛瞎 留职停薪前早就暗示你不要回来 现在你死定了 网友当下吓了一跳说自己会做好本分 我要请假老板就很明显的 就说要请假就是一切 比如说年资啦福利啦特休啦 还有本薪一切都从头起跳 产后半年的运营假到底有多难请 像是37岁的百户业主管为了工作 也只请一个半月就赶回去上班 在百户就是档期是一个接着一个 不可能有人等你 所以公司跟我自己评估之后 就觉得还是赶快回去上班好了 子女长大之后再回到职场要重新缴工作 那所有过去的资历几乎归零重新洗牌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薪资 就会比原先工作还要低 高达七成妇女坦言婚后薪水 比婚前少了将近三成 而一粒一休后不止薪水变少 上下班时间也被调整 接送小孩煮饭时间都受到影响 还了好久的两性平等 但对女性来说如何兼顾家庭事业 恐怕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东森财经新闻要听何库院台北长报导 好长一段路要听